男友嫌我胸不过大 给我五十万让我去做缩胸手术 然而一神秘人却突然给我转账五百万还被助别听他的 我本以为自己在男友心中有一定地位 却没想到他如此嫌弃我 我想给男友教训 本以为只是简单的感情纠葛 竟引出这么多复杂的人和事 我叫万小满 是金圈太子爷薛泽的女朋友 不过很快就不是了 因为我打算给她个教训 问我为何不体面一点先和她分手再去找别人 这完全是薛泽自找的 她嫌我身材不好 一直催我去做缩胸手术 更可气的是 她还背着我开小号和别的女生撩骚 于是我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分手前送她一顶绿帽子 晚上睡觉前 我在小一万粉丝的账号第一次po了露脸照 文案 招人帅必是少男友一枚 要求 18,018有夫妻 照片已经发布 短短半小时 粉丝数蹭蹭往上涨 眼看就要破十万 在清一色彩虹屁和自拍照里 有这样一条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这人为什么知道我不是单身 我点开他的主页 IP和我在一个城市 头像全黑 没有作品 各签只有八个字 小的隐瞒 终胜万全 不知为何 我突然有种预感 这人一定认识我 别是薛泽吧 那就没意思了 我正思索要不要回复 结果那头先急了 你这样做 有考虑过你男朋友的感受吗 就算想换人 你也不该在网上找吧 网上有很多骗子的 小心被骗去国外当核官 我已经确定 这人不是薛泽了 不过听他的语气 应该和薛泽关系不错 究竟是谁呢 我看着对话框 忽然感觉他的ID很眼熟 往前一翻才发现 原来他从很早就开始 点赞我的作品 有时候还会给我留言评论 连薛泽都不知道 我开了账号 他竟然关注我这么久 他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带着疑虑 我试探回他 那你要和我试试吗 消息刚发出去 就显示已毒 我的好奇心被彻底勾起来 薛泽那些朋友 我基本都见过 究竟是谁在偷偷暗恋我呢 对话框沉寂几秒后 我又收到一连串消息 你什么意思 想让我当你的男朋友 别开玩笑了 实话告诉你 我和薛泽是好朋友 我绝不可能 做对不起他的事 那好吧 再见 我回到 消息发出去后 我退出聊天页面 关掉手机 直接上床睡觉 第二天醒来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账号翻看私信 果然不出所料 他不仅给我发了一大推消息 甚至还给我拨打过语音电话 再见又是什么鬼 把话说清楚 你说找男朋友 是赌气还是认真的 仔细想想 我也不是不行 但我不做第三者 你必须给我一个名分 怎么不说话 你睡觉了吗 又或者再和其他男人聊天 一个位接语音电话 我都说了 我可以 你别找别人 两个位接语音电话 做小三就做小三 反正薛泽也不是什么好鸟 上次去日本 你还背着你去女仆店来着 五个位接语音电话 还在吗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晚安 几分钟后 他又发过来一颗爱心 后面跟着一张 让人血脉喷张的腹肌照 照片里 他下身穿着休闲裤 整个人随意地躺在床上 一双大长腿无处安放 自然光下 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 手臂此时轻轻抱起 修长的手指 正放在令人难以忽视的位置 这不纯纯勾引吗 我默默把照片下载保存 红着脸心想 他还挺有料 洗漱时 楼下门铃响起 阿姨开门后 立刻发出一声惊叹 小满 快下来 好大一束玫瑰 送玫瑰呀 太烂俗了吧 我慢悠悠下楼 一脸嫌弃地走过去 匆匆瞄了眼上面的卡片 突然发现玫瑰花上 还放了一个精致的珠宝盒 打开一看 竟是我的手镯 这是我爸生前 送我的最后一份礼物 他去世后 公司资金出现缺口 我把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拿去送拍 其中就包括这枚手镯 我记得 他当时被一个外国人 以近三百万的价格拍下 薛泽这朋友 竟然能找到买家 还帮我买了回来 我醒了 醒鼻子 打开和他的对话框 东西我收到了 谢谢你帮我把它带回来 方便留一个银行卡号吗 我目前一口气 拿不出那么多钱 不过分十二期还是可以的 我不要钱 只要你 料到他会拒绝 没想到会拒绝得这么直白 我将手指 停在对话框思考 如何回他 这时一通电话打进来 是薛泽提醒我 今天别忘记 陪他参加朋友生日会 别穿太暴露 要记得穿树胸 那样显小 好看 我一一答应下来 转头就从衣柜里 挑了一款低胸晚礼服 到地方时 薛泽正和一堆人说笑 看到我这身装束后 一秒变脸 他连忙将我拉到一旁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我没理睬薛泽 而是越过 他朝不远处看去 在一堆游离而暧昧的眼神中 猝不及防的 我闯入了一双 深邃幽暗的眼睛 方施唐姑深一人坐在角落 隔着喧嚣的音乐 在人群中与我对视 不知为何 我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一般 一动不能动 方施唐仙收回了视线 然后将悲中的酒一眼而尽 他像是笑了一下 不过很快又恢复那副 神情淡漠的模样 砰砰砰 我心跳骤然加快 与此同时 大脑突然闪现一个 极为荒谬的想法 那个人会不会是他 答案很快被我否定 从我认识方施唐以来 这人一直冷冷的 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 我每次和他打招呼 他都只淡淡点头 简直惜字如今 别说喜欢我了 我一度觉得他挺讨厌我的 万小满 你哑巴了 说话呀 薛泽不满的在我眼前晃了晃手 我拧了下眉毛 震开薛泽的手 你不觉得我这身挺好看的吗 说话间 我还特意挺了挺胸 薛泽一副运传的表情 我又往前一步 他立马捂上嘴 直奔洗手间 薛泽有据乳炫晕症 很奇葩的病吧 更奇葩的是 他明明接受不了凶大的女生 当初却死皮赖脸的非要追我 至于我是怎么知道他有这个病的 这一切还要从前不久的一次开房说起 那时我正准备全身心接受薛泽 谁知这货在重要关头竟然直接晕倒了 我气得一盆凉水把他浇醒 在我杀人的眼神中 薛泽终于坦白 他说他其实喜欢超模那种身材 腰细腿长胸尾小 而我除去最后一点 简直和他的理想型一模一样 他摊牌后我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总让我疏胸 嘴上说担心别人看到会吃醋 实际是他自己吃不消 从洗手间出来后 薛泽眼神挑忽地走到我身边 又重新提起手术那件事 我还没来得及回他 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你身材很好 是薛泽眼瞎 别去做手术 是他 我咬了咬唇 将杯中的气泡水一饮而尽 回到 厕所 约吗 对方向被吓到了 隔老半天才回复 你 确定 当然 这太突然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算了 你不去 我自己去 等等 我去 上钩了 我和薛泽打了声招呼 郑玉起身 包房门被打开 抬眼望去 门口站着一个身穿孕妇装的女人 她四处张望 明显在找人 看来又是哪个不靠谱的王库 搞大了别人肚子 我还好奇是哪个王八蛋不干人事 结果女人下一秒就来到了薛泽面前 哭哭啼啼吵着让他负责 离近了我才发现 就身材来看 他确实是薛泽的菜 虽然我对薛泽已经毫无感觉 但不生气是不可能的 毕竟我正在出轨进行时 要戴绿帽子也是我给他戴 我本以为薛泽只是在网上发发春 谁知人家都喜当爹了 垂死病中惊作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们这圈子面子比命都重要 不给薛泽辩解的机会 狂甩给他一巴掌后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全然忘了要和神秘人厕所面积的事 回家路上 我越想越烦闷 干脆调转方向直奔酒吧 失恋 外家律人不成反悖律 不好好喝一杯都对不起自己 我去了薛泽常去的酒吧 让酒保把他存在这里的好酒全拿出来 腰在场中人供饮 直到把薛泽的存货全部清空 我心情才好了那么一点 几杯烈酒入喉 我脑袋变得昏沉 瞟了眼旁边坐着的人 长得好像方师堂啊 他也来喝酒吗 不会吧 我记得薛泽说方师堂不爱来这种地方 虽然我每次陪薛泽来都能看到他 还好吗 他担忧地看着我问道 看来我真喝得太多 已经最初幻觉了 我用力甩了甩头 谁知一个重心不稳 整个身子开始向后倒去 我尚未来得及惊叫 就落入一个坚实的怀抱 这个拥抱秃并没有持续很久 对方很绅士地将我扶到椅子上 手指残影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不知怎滴 这画面和我脑海里那张富基照上骨节分明的手渐渐重合 我想我真是疯了 为了让自己清醒一点 我点了杯冰水 伸手去拿的时候 却不小心碰亮了一旁的手机 那并不是我的手机 锁屏却是我的照片 从角度看 分明是偷拍 我从床上醒来 看了眼周围的陈设 是我的房间 所以 我在做梦 可我的确去了酒吧 还喝了很多酒 至于喝最后的事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阿姨来送行酒汤的时候 我问她 昨晚是谁送我回来的 她很兴奋似的 说对方是一个很高很帅的小伙子 比薛泽可帅多了 离开我房间前 阿姨还补充了这么一句 说实话 薛泽本身条件真不差 要说比她还帅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张淡墨俊逸的脸 可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会搞暗恋那套的人啊 像她那样的 什么女孩追不到 越猜心越乱 我干脆直接查监控 调好时间后 一辆车牌全是同一个数字的宾利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 司机打开车门后 我看到自己安静地躺在方师堂怀里 她先是礼貌地和阿姨打个招呼 然后像抱小孩一样小心翼翼把我抱下车 将我放在床上后 自认为十分隐晦地亲了下我的额头 天哪 我啪了一下合上电脑 红着脸拿起手机打开私信 方师堂在一个小时前发过来一个早上好的表情 虽然我不喜欢捉迷藏 不过逗逗她又未尝不可 我上来第一句就是我已看破红尘 决定封心所爱 她立马急了 千万不要 请相信这世上还有真爱 为了一个渣男 不值得 我茶言茶语 你和薛泽是好朋友 我不想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谁她好朋友 要不是她每天硬往我身边凑 我才不搭理她 薛泽整个一流氓混蛋 我现在就和她绝交 还真是一秒不待犹豫的呀 我满意了 于是发过去一个乖巧的表情 并问想我了吗 想了 怎么证明 图片 我毫无防备地点开 下一秒手机差点掉地下 方诗堂 你 你还要脸不要 她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 而是将刚发的图片撤回 发错了 对不起 这句话后面还配了一个 瞪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小狗图 信你就有鬼了 发过去后 我还不忘给她一记白眼 方诗堂却很没眼色的 回给我一个大大的爱心 我被她的直球打得发懵 不禁问了自己最好奇的问题 那个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她很快回 和你第一次见面 我自然不信 怎么可能 我记得你全程黑脸 方诗堂长成那样 很难被人忽视 我一下子就注意到她了 当时觉得她好凶 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遇到心动的人 结果却是别人的女朋友 能笑出来就怪了 她这样回答道 我脸颊又开始不受控制的红温 手指停在对话框删删剪剪 她见我半天不回话 以为我又退缩了 于是开始做起了自我营销 我从小积极进去 上幼儿园时是班里最多小红花获得者 九年义务教育中 我多次被评选为13号学生 因学习成绩过于优异 我被多所名校争抢 大学四年领取全额奖学金 此外 我热爱运动 身强体壮且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我还特别会疼人 不过这点并没有事实依据 所以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把我的主观意识变为客观事实吗 最后一句话 后面跟着一张真诚小狗连表情图 有点忙 可我并不会被轻易撼动 漂亮话一套一套的 可有些事说出来容易 做起来难 薛泽追我时 小嘴照样像抹了蜜一样 结果还不是悲剧手尾 我想我也该长记性了 我正给自己洗脑 手机突然传来一声机器音 支付宝到账520万1314元 一种新型的炫富方式 等等 说起炫富 我突然想到 手镯的事还没和他说清楚 你给我转钱做什么 镯子的钱我还要还你呢 他停顿了一下 把之前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要钱 只要你 趁我被掖住的功夫 他又说 在一起后 我的钱都归你管 真诚永远是必杀技 拒绝一个追着给钱的大帅哥 这考验属实过于严峻了 经过十秒钟的挣扎后 我决定遵从本心 那你就追一追吧 不过我不保证你会追到啊 不追到不放手 这句话后面是小狗绑红头巾的表情 我盯着屏幕上呆萌的小傻狗 扑斥一下笑出声 方师堂属于行动派 说追就追 第二天 我宿醉的劲刚缓过来 他就向我发出约会邀请 他今天穿得很休闲 浅褐色的布料 衬得整个人不再那么难以接近 坐上车 我突然联想到 昨天躺在他怀里的画面 笑有些快 方师堂并没有发现我的小心思 因为他在紧张 他一紧张表情就容易失去控制 不笑的时候脸上淡淡的 给人一种疏离感 可如果细看 就会发现他耳尖红得要低血 两个都二十好几的人 扭捏得不成样子 虽然方师堂全程没说什么话 但和他相处的感觉并不差 而且他安排的餐厅也很合我的胃口 在餐厅门口等车时 一辆小电动朝我这边开过来 方师堂见状 一把抓起我的手 将我护在身后 这算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身体接触 小电动主人看了眼 自己只有八脉的仪表盘 又看看方师堂 最后用一种看破不说破的表情 从我们身边经过 我没忍住 当场笑了出来 方师堂也笑了 牵我的手变得更紧了 司机将车开过来后 我俩正要开门上车 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名字 我寻声望去 入目是一张无比震惊的脸 薛泽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和方师堂 连声音都在颤抖 你俩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 拉黑我所有联系方式 对我避而不见 就是因为他 和你无关 我冷连打掉薛泽的手 拉着方师堂就要走 老方 薛泽大喊一声 几步走到方师堂面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得给我个解释 方师堂看着他 淡淡道 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我正在追求小满 薛泽骂了句脏话 紧接着上前去 薅方师堂的衣领 有你这么当兄弟的吗 曼小满是我女朋友 曾经而已 方师堂推开薛泽 又整理了下衣服 想满以后会是我女朋友 我们还会结婚 他说完这话 被惊到的不止薛泽 也包括我 我俩还没正式交往 他就已经想到结婚了 我在原地发愣的时候 薛泽已经挥拳 朝方师堂杂去 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 当街户殴 薛泽看起来壮实 其实是花架子 没两下就被方师堂压着打 周围看热闹的群众越来越多 担心把事情闹大 我拍了拍方师堂肩膀 别打了 我想回家 方师堂文言立刻停下手 汽车一起绝尘 只留给薛泽一口尾气 此刻我还没意识到 这是我和薛泽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 方师堂再没让薛泽 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送我到家时 方师堂用挂彩的脸向我道别 我没让他走 下车后 他一步一驱地跟在我身后 阿姨见了方师堂 只笑着打声招呼 就回自己房间了 他还挺双标 记得薛泽以前来 他生怕我被占便宜 不敢离开半客 我安排方师堂到客厅坐着 自己去拿一药箱 等我拎着药箱回来时 余光撇到方师堂正一寸 不错地盯着我 眼神不可畏 不如狼似虎 可等我看过去 他又很慌乱地转移视线 当我在他身边坐下时 能明显感受到他身体一僵 见他这副样子 我也别扭起来 只想快点给他上完药 然后把人打发走 我们还是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接触 呼吸交错缠绕 不经意的视线 碰撞在身体里 形成细微的电流 周围一片安静 安静到我能清楚地听到 方师堂吞咽口水的声音 砰砰砰 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又来了 我慌忙站起身 背对他整理 本就整齐的医药箱 药上好了 你回去小心开车 小满 他用暗牙的嗓音 喊我的名字 怎么 我装作很忙的样子回他 你可能还得帮帮我 嗯 我不解回头 下一秒压力声 你鼻子流泻了 方师堂走的时候 两个鼻孔都塞着海绵 我觉得有趣 还拍了照片 做成表情图发给他 为了挽回形象 他发过来一大堆 新鲜出炉的附近照 我一一欣赏完 点击查看原图后 保存到手机相册 接下来的几天 方师堂去外地考察新项目 虽然见不到面 不过我们每晚都会视频 方师堂很忙 基本都是晚上八点之后 才有时间 这天不知为何 他提前一个小时 就发来视频邀请 我刚洗完澡 身上只裹了条浴巾 头发都没来得及擦 手机就嗡嗡地响了起来 我本想点去接 谁知道 发丝上的水滴在了手机瓶 竟然一下子接通了 方师堂见我这份样子 一下子呆住了 他明显咽了下口水 故作淡定地问我 是刚洗完澡吗 我有一下眉下地擦着头发 嗯 抱歉 我视频打得不是时候 那你倒是挂电话呀 小满 方师堂叫我的名字 声音有些沙哑 我抿了抿唇 干嘛 能把镜头稍微窃近一些吗 我不解 为什么呀 不等方师堂回答 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他又流鼻血了 只露了一点肩膀 他就这样 我挂掉视频 不禁联想起要是以后坦诚相见 天哪 我到底在想什么呢 即便在自己的卧室 我也快要被羞死了 在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换上了平时外出穿的衣服 方师堂却光着上半身 视频的冲击力远比照片大 我一时不知道该把眼睛放在何处 结结巴巴问他 你 你怎么把衣服脱掉了 我刚从浴室出来 哦 小满 他又用那样的语气叫我了 又怎么 我刚才很难受 他表情倒不像是装的 他实在不听话 我没办法才去冲凉水澡 可总是冲凉水澡也不是那么回事 方师堂说话说半截 等我接查 我很配合的 立刻点头表示认可 你说的没错 方师堂眼睛亮了一下 所以 所以干脆剁掉好了 不等他回答 我直接挂断视频 然后一猛子扎进喧软的枕头 方师堂回来当天 我刚好有空 所以答应了他的接机请求 既然是接机 仪式感也不能少 在花店老板娘的推荐下 我买了一束杨洁梗 然后我就后悔了 我没想到方师堂看到花卉那么激动 激动到当着机场一群人的面 直接将我抱起来转圈圈 他几个助理在一旁起哄 周围欢呼声不断 我丢脸急了 只敢把头埋在他怀里 这刚好合了方师堂的意 他干脆将我打横抱起 慢悠悠地朝停车场走去 和方师堂正是在一起后的两个月里 我们见面次数并不多 他刚接手公司 经常要往外地跑 我们大多是通过短信和视频联系 和所有谈恋爱的人一样 我们的聊天内容没有任何营养 每天都围绕吃什么 今天累不累想你的展开 这天 方师堂利用中午吃饭时间给我发消息 不想上班 想你 方师堂心里住着一匹狼 还是一匹淡颜色的狼 喂喂喂 老婆在吗 为什么不理我呢 大哭表情 哎 是不是所有男人在恋爱中都特别爱撒娇啊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俩到底谁才是老婆 不在 别呀 我真想你了老婆 看现在的进度 至少一周后我才能回去 又延期了呀 我回到 昨天还说再有三天就差不多的 没办法 项目临时出了点问题 不过别担心 我一定尽快解决好 争取快点回到老婆身边 奋斗表情 嗯 你也别太勉强自己 注意休息 遵命 在这之后 方师堂一整天都没再发消息过来 他应该是太忙了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想着反正我这边也不是抽不开身 于是决定坐明天一早的飞机 飞去找他 我第一次给别人制造惊喜 还没见到人 自己先雀跃起来 我甚至都能想象到 方师堂吃惊的表情 担心他中途查岗 我特意将手机关机 营造出自己在开会的假象 我在酒店从白天等到晚上 等终于等到他 如期看到了 他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而和他同样吃惊的 是站在他旁边 满着他胳膊的女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自己此刻的心情 按理说 我已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大可以像甩靴子耳光一样冲上去 可不知为何 我脚底像灌了签 竟然连往前走一步的勇气都没有 我只觉得喉咙发酸 心口发色 自从我爸去世后 我很少会哭 我已经很久没尝到眼泪的味道了 我可能真挺喜欢方师堂的 我也愿意相信他是喜欢我的 只是不止喜欢我一个人罢了 我看到方师堂将那女人大力推开 女人却很倔强 很快上前再次挽住他 两个人在大厅里拉扯 引得不少住客驻足 我却不愿再做他们的观众 转身大步离去 方师堂终于甩开女人追了上来 我头也不回 火速拦了辆车 让司机开去市中心另一家酒店 去酒店路上直到办完入住 我手机来电一直没停过 方师堂也够欺而不舍的 我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他就借别人手机打过来 把我手机一直打到没电 我懒得充电 一头倒在床上对着空气发呆 一夜无眠 第二天清早 我乘坐最早航班回家 因为眼睛还有些肿 我全程戴墨镜 到家后才摘下来 于是 我就那样顶着一双核桃眼 和坐在客厅里的方师堂对视了 他还穿着昨天那件衣服 眼里全是红血丝 头发也有点乱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颓废 方师堂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双手搭上我肩膀 老婆 我可以解释的 他 我打掉他的手 我不想听 也不想看见你 不行 方师堂不仅不让我走 还一把抱住我 就算是死 我也要死个明白 真实情况根本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方师堂的声音闷闷地传来 我承认 我和他差点结婚 我的心又被刺了一刀 开始不管不顾地挣扎起来 方师堂还是不放开我 继续自说自话 可那是在认识你之前的事 我从来没喜欢过任何人 婚姻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利益置换 和他结婚 对我们两家来说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可见到你之后 一切都变了 我不再甘心和一个不喜欢的人走进婚姻 所以向他提出解除婚约 我和他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 这次工程确实出了问题 矿体塌陷导致不少工人受伤住院 我需要留下处理后续一系列工作 我根本没想到他会突然找来 我也真是倒霉 他就上手那一下 刚好被你看到了 方师堂很委屈似的 听起来要哭的样子 我此时的注意力却在另一个地方 矿体塌陷 我突然想到刚才方师堂一瘸一拐的脚 你也被压伤了 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 他噎了一下 然后摇摇头 我是在追你的时候崴了脚 他还真诚实 这时候难道不应该顺着我的话说 然后卖一波惨吗 疼不疼 我故作不在意地问道 他总算学聪明了 疼 特别疼 着急赶回来读你 脚腕好像肿得更严重了 我从他怀里退出去 一路扶他到沙发 摇起裤腿一看 果然肿得严重 我眉毛拧起来 要不去医院吧 只是看起来吓人 实际还好 喷点药就可以 还是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 骨头的事可不是开玩笑的 阿姨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房间出来 一脸认真地给出自己的意见 感情他一直在偷偷吃瓜 就这样 我带方诗堂去了医院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幸好只是扭伤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 可方诗堂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 他连夜飞回来 就是为了亲口和我解释清楚 我无法不动容 决定陪他一捧前去 五天时间里 我又看到了不一样的方诗堂 工作中的他雷厉风行 做事毫不拖泥带水 不得不承认 方诗堂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很有魅力 也难怪他顶着一张巨人鱼千里之外的脸 依旧能吸引许多人头怀送抱 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 吃过晚饭后 我和方诗堂各自回到房间 刚躺下 他就发消息 脚突然很疼 可能这几天来回折腾 扭伤变严重了 我这就过去 我火急火燎的来到方诗堂房门口 还没敲门 门就自己开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被一只伸出来的手大力拉了进去 方诗堂将我抵在门上 抱着我不肯撒手 你 你不是 看着方诗堂得逞的笑意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被筐了 轻踢了他没受伤的脚 快把我放开 不放 方诗堂弯下身 又能迷死人的眼神勾引我 老婆 我想 我想立刻回他步 你不想 不过这句话实在没什么说服力 毕竟身体是不会骗人的 尤其是方诗堂的身体特征是那么的明显 从刚被他抱住的那一刻就让人难以忽视 我有些无奈 不是 你 你脚都那样了 怎么还 我脚扭了 又不耽误功能 方诗堂很是理所当然 不瞒你说 这几天都这样 再这么下去 我怕是要废了 我将视线转移到他脚上 指出重点 关键你这不耽误行动吗 方诗堂诚恳答道 不是还有你吗 老婆 第一次就辛苦你了 以后我一定加倍补偿 神加倍补偿 我和方诗堂本打算第二天上午去机场 可他的体力实在太好了 我俩赤成像箭矢 一向斯文的他还飙了句脏话 特别不文明 之后我才知道 那还不是最不文明的 等方诗堂终于良心发现 我已经不知道被折腾了多少次 醒来后时间已接近傍晚 去洗漱的时候 我差点认不出自己 身上大大小小的印记 简直令人羞愤难当 方诗堂是属狗的吗 我没好气地走出洗手间 方诗堂已经叫人准备好晚餐 垫着一只脚忙前忙后 殷勤得很 他那副精神气爽的样子 可真叫人不爽 不过我是真饿了 开始毫无形象的狼土虎咽 时不时还不忘白他一眼 方诗堂照单全收 嘴里含着饭也不忘傻乐 回程的飞机上 方诗堂突然提议找个时间见家长 我有点紧张 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我爸把我一手拉扯打 他工作忙 没有太多时间陪我 时间上弥补不了的 就用金钱弥补 所以 我既娇气又任性 反正不是能讨长辈喜欢的类型 我十分担心他爸妈会对我不满意 方诗堂却说没人会不喜欢我 见家长当天 我带上一大堆提前选好的礼物 换上阿姨口中的 绝对会给公婆留下好印象的公主连衣裙 方父方母见了很喜欢 夸奖我既漂亮又可爱 方诗堂果然没骗我 我得一级了 可我万没想到 用餐见戏 我从洗手间出来时 却听到他们劝方诗堂和他之前那个未婚妻复合 再漂亮有什么用 我查过了 自从他爸去世后 他家公司一直半死不活 他现在一个工儿 要是你俩结婚 能指望他帮上什么忙 两人一唱一和 还想继续说下去时 方诗堂突然放下筷子 要是你们再逼我娶别人 这个家我以后就不回了 方父方母进了生 脸色很不好看 我还记得阿姨的叮嘱 要懂事有礼貌 不要任性 于是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回到座位 一顿饭在奇怪的氛围下吃完了 离开方家时 我两手空空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 要是第一次去男朋友家里 对方家长不给见面礼 那就是看不上的意思 而我并不觉得难过 因为我也同样看不上他们 我觉得方诗堂的爸爸妈妈很笨 如果非要拆散和我方诗堂 也该等我俩过了热恋期再说 作为家长 他们实在是太不沉稳了 别人的热恋期多久我并不清楚 我只知道 我和方诗堂孩子都两岁了 他还整天缠着我起腻 公司这几年也终于起死回生 渐渐步入正轨 我终于成了方诗堂爸妈眼中的 门当户对的妻子 二老现在走亲戚的次数也变多了 逢人就夸自己儿媳妇 有多漂亮孝顺能干 漂亮能干我承认 至于孝顺 纯属是他俩脑补的 我不干涉方诗堂孝敬父母 每周末也会把孩子带去方家 给他们看看 不过 我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至今为止 和方诗堂结婚快三年 我还是坚持不改口 老两口有苦难言 不能和外人说 只能趁阿姨送孩子去的时候 和他诉苦 这天阿姨回来 又劝我要大度谢 毕竟你是小辈 总不能让老人向你低头 方诗堂刚从外面回来 边拆快递边说 怎么不能 别管老辈小辈 谁做错谁低头 老婆 我绝对支持你 千万不要被阿姨洗脑 他在我脸上巴唧了一口 然后拎着一堆东西 打算去楼上装小床 阿姨站在楼梯口 冲着方诗堂的背影喊 你就惯着他吧 我低头俯上龙起的韵度 双眼弯成了月牙 完全挑战的 и来